好 请看下面 圆觉妙心 豁然开悟 极光真净 常得献情 好 这是求生西方正英的最后一小段 尽一成就 前面由于自成其情 阿弥陀佛现前甘露灌顶 甘露灌顶往昔的涅脏就被除掉了 佛做某件事情 某个加持一定会有巨大的利益的 序章叫做 由于阿弥陀佛放光明铸造行人的身体 所以念佛行人的善根激活了 成长起来了 身心柔软了 这种光明首先会把信心的善根激发出来 就好像韦迪西夫人见到阿弥陀佛光明 他对于往生西方几道世界的信心出来了 决定了 由于阿弥陀佛用金色的手柄抹我的头 所以我的多生多劫的残扰 不能解决的烦恼无名顿然破除了 由于阿弥陀佛用袈裟覆盖我的身体 所以我的原觉妙心就是妙明真心 自信本具的涅槃极尽的一针法界现前了 你看这些 这些殊胜的利益也都是佛地加持的情况 序账多生多劫的烦恼货 烦恼账 孽障苦账 靠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抽刀断水 水更流 破不了 我们的信心的善根 我们的戒定会的善根 也很难激活出来 比如说我们想出离 想生起出离心都很困难 对这个世间待得太久了 我们并不想走 你自己反省下 天天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今天晚上阿弥陀佛真的要接引你走的话 你是什么样心态 很多人会本能的是什么呢 哎呀 我能不能告几年假呀 我还有这个事没有做 那个事没有做 因为这种余生剧的这种贪生怕死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那么这个 这里忌空烦恼 不仅这个烦恼能够空掉 而且是忌空 就忌就是快速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念佛三昧的 念佛法门的殊胜的架势力 如果按通途的这种断烦恼 它是断一份货 挣一份针 而且先断建货的这个八十八十 私货的八十一品 这个全部断建 这是见识获得要分断生死 还有成杀祸 那成杀祸就更不得了了 成就是像微臣那样多 杀就是像恒河沙那样多 用成杀这个比喻 比喻我们这个威系的这种烦恼非常多 这是正阿罗汉之后要清断成杀 就是修菩萨道 你成杀祸不能断 你的分别字是没有的 你的法门无量试验学也学不到的 所以一个菩萨他最后他的智慧能够成为五明 什么都懂 什么都懂是破成杀祸的结果 我们什么都不懂是我们没有这种智慧 方便字没有 那么进一步还要断无明 无明 你成杀祸你还属于什么 还是属于凡夫 内凡而已 你一定要断一品无明 你才进入大乘的贤位 三贤位 十住 十行十回向 到了这个十地才是圣位 它非常不容易 这个是一个无明 你一品为一品无明断 这是通途佛法 讲这个断这些烦恼 动今三大二人起情 乃至于无量 无量节又无量节 很难把它空掉 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竟然可以忌空 忌空 你看我们念的凡夫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马上得到阿皮八字 三种不退 就在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念 这个念不退了不得 就是你的每个念头都跟法性相应 都跟实相相应 都念念趋入沙布洛海 就是趋入一些种子 那么你的念头都不违背法性的话 就在念不退当中 顿然的可以超约十足十行十回向 十地 四十一个结尾 快速成佛 那么为什么会施舍这么多菩萨的位置 这些菩萨位置就是从断烦恼的功夫来建立的 那么念佛法门的圆顿 他就能够快速空掉我们的烦恼 这里面就是阿弥陀佛的法 道 化 三生 功德的巨大的加持力 这个无明 如果前面的烦恼主要是只见识祸的话 那么无明主要就是对这个低一地 低一地我们实相中道的理体不了解 有时这叫根本祸 根本无明 那么念佛法门有迷途的加持可以顿破 顿就是不由剑刺 不由一地一地来 所以净土法门讲这个净土法门快速成佛 不一定要像释迦摩尼佛一代史教讲的 非得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来 它可以直接顿然破除 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叫圆顿法门呢 它就是可以超越这样的断火正真的阶梯 那么由于前面的烦恼和无明 我们的圆觉妙心才不会显现 现在这个二种祸障 由于我们自成恳请 念阿弥陀佛跟弥陀的果地上功德相应 这两种祸障就顿然空掉 空掉就开悟了 就圆觉妙心豁然开悟 这大车大悟 车见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疲努扎纳的发生 这里就是不二的境界 豁然大悟 打开颅带帐 这个圆觉 就是我们圆满的觉性 这是指我们自信本具的能正的智慧 极光真静 极光就是包含长极光 是我们所正的离体 所以我们常常把菩提涅槃 把它变成菩提是能正之智 涅槃是所正之理 所以在名相当中 菩提叫如露智 涅槃叫如如理 这些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常得献钱 就是心量打开 那这超约时空 它永恒的献在 献钱就是了了明白 如明镜造物 这就是指正道念佛三妹 念道正佛三妹 这个莲慈大师在 《弥陀书抄》里面 曾经对这个境界加以了一些描述 当你正如念佛三妹的时候 当下就不离溃步 处处四色莲花涌现 你不离开当下 就有种种莲花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白色白光 赤色赤光就现前 这个处处都有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我们所住的破屋子 跟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宫殿 同时放出它的光辉 我们世间的小鸟 跟极乐世界的这种七宝光明的鸟 白宝鸟 也共同说出念佛念法念生的法音 也就是说佛的绘图 跟极乐世界的图打成一片 那么念佛三妹由于迷途的光明 我们心性的圆龙 这个就超越了空间 这个三维空间我们感知的 是我们由于涅力所感知的 超越了这种涅力就是 见识祸 无名祸 一下子顿破之后 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初 所以他既然没有这些烦恼 那就是心境则佛土境 这就是长继光的一针法界的境界 就会寥寥现前 我们下面回答问题 如何理解《金刚经》中 若以色见我 以因生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首先要理解《金刚经》的一个宗旨 能断金刚 它展示波如的空性 主法 自信本空 我们众生有一种颠倒 就是不了解这个空性 把现象界的一切认为是真实的 所以《金刚经》就是破我们对这种现象界 设向的一种执着 它是破有 但同时也破空 一定要做到空有不二的证件 所以它在破执着当中 有扫荡的这一面 不第一法 比如说佛 这个 诺见逐相非相 这件奴来 奴来不是那个相 所以如果说 你说要见佛 以三十二相都来见 三十二相就是佛吗 转能圣王也有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不能说就是佛 这个我不是指 这是假名字 我就是佛 佛的制成 如果你只是认为 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就是佛 你没有见到佛 这个佛离开言语相 离开文字相 你以一种阴身来求我 这也不对 如果你在这个 这个色相上 在阴身上 在这些生灭法上 去求不生不灭的佛性 这就搞错了 所以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奴来 卢来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你切证到 主法的空性 你才能见到卢来 但是这空又不是断灭空 又不是霍达空 这个真空是真空 真空是什么 是包含着有的空 这个既有之空为真空 既空之有为妙有 你要了解这个真空妙有 才把握了大乘的中道了义 真空就是无量寿 妙有就是无量光 所以全体的妙有 比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妙有 他的妙有当体就是空性 从他鉴定来看 也是阿弥陀佛切证主法的空性 做无相无愿 无作 这个三昧 在由他的愿力 四十八大愿为中介 生起了西方极乐世界 全体的一种庄严的 所以他的庄严是从十项里面生起来的 换句话的说 这个四项上的所有的庄严 当体也就是十项 所以大家把握这个就可以 不要偏在这个四项阴神当中 因为四项阴神是生灭的 有为的东西 你不能就像这个《能源经》讲 你首先要物证到不生不灭的心性 为什么开始就起住真心 你总认为有个心 阿弥陀总认为有个心 实际上心是没有的 你离开那个妄心 那么你就能了解不生不灭之性 修以不生不灭之因性 因性才能求证不生不灭之果位 如果你以生灭的心 去求不生不灭的果位 是求不到的 这就比喻成以沙煮饭 你拿沙来煮饭 永远煮不成饭 你是米才能煮成饭 所以这个般若性的 般若经的宗旨 你要把握 你就能了解 若以色见我 阴神求我 世人形下的不能见路的 但是你也不能离开这个社 也不能离开阴神 要理解 离一切相 集一切相 就对了 所以偶尼大师又针对一些人 太直到这个空 就做了一个金刚经破空论 你又不能堕在空里面 所以一定要把握中道 金刚经不断的把这个 比如说庄严佛陀 即非庄严 世民庄严 你怎么把握这个东西 你庄严净土 如果你执着它的有为 它是非庄严 但是你把庄严的这个事项 当体把它观空 空有不二 你观空的当下 还叫真的庄严 这就像这个须佛陀讲 在那宴座 宴座呢 这个第十天 就赶着第十天散花 散花这个须佛陀就问 你从天上来为什么散花呀 第十天说 是尊者善说般若 善说般若的经典 叙佛陀说我没有说呀 我没有说 这个第十天说 尊者无说我也无闻 无说无闻就叫真善说般若 所以我来散花 大家去体会这个 散乱心念佛是否可以往生 散乱心念佛里面具足信愿可以往生 这是决定的 也是偶遇大师给我们开始的 也是印光大师给我们开始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念佛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 能够住到功夫成片当然更好 往生品位会高 但是住不到功夫成片 具足信愿 散乱心也能往生 念佛赚钱好不好 寺院里的和尚师傅靠念经打颤 来赚钱维持寺院的经济对不对 作为居士你应该要有一份职业 这个职业是你谋生的福报 你不能把念佛作为赚钱的手段 你应该要有一份职业 念佛是你超功力的追求个人生命解脱的一种东西 应该把它放在一个亲近的地位上 那之所以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做什么事 一般如果你是居士 也不必要去过多的去评论 这个金灿佛事 一般来说我们做寺院还是以逢华力生 领重修行为主 但是他偶尔做点金灿佛事 也不能一概否定 金灿佛事他毕竟他还在念经 比那些不念经的总得好一点 念来念去都念进去 后来产生了禅过心 念阿弥陀佛事 念得像飞一样快无动于衷 后来真的有 他还开始往往求往生了 那说不准这也是一个好的因缘 那对于有些试验确实 他为居士或者无论超度 建王 起伏他做点这个事 居士做点供养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比丘进行法供养 居士做财供养 那在这过程当中 当然也就让这些和尚师傅 还能够维持一点这个寺院的经济 一般来说也不要一概否定 但是我们还是说寺院的比丘师 而是以助持法道为主 如果偶尔做点金颤 得点供养 也得要有惭愧心 这个相互都比较谅解 所以这个事情就能够 随胜真熟二弟比较好一点 据说江泽一带 这方面金颤博士会比较多一点 昨天林长也说 动员这些比丘师傅 多讲经说法 这说明信众有这个需求 政府宗教干部 也希望我们僧团 多做点逢法立生的事情 我想我们的寺院 僧团在这方面 真正来续服会面 度化众生 也不要担心没有这个饭吃 四中弟子一定会供养 真心半道逢法的僧团的 是不是 我是居士林青年组学员 二十九岁 请教法师 净土往生仕途 各土分别是如何成功 怎样成功 长积光图 现代人能否实现 念佛三昧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具体什么方法修 因为我非常渴望 念佛法门的最高成就 最快利益众生 谢谢 一般年轻的佛弟子都是雄心壮志 精神很好 西方极道世界的仕途是怎么来标定因果的呢 我们在这里念佛 具足信愿 但是没有断见识祸 这就是代耶往生 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俱土 如果我们念佛念到事一行不断 断见识祸 不仅是福了 而是断了 生到西方净土的方便语谊 我们在这里念佛 念到理性不乱 就是破无名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石宝专业土 如果念佛 事实一品无名 全都断尽 乃至于最后一份 身下无名也没有了 超越等居菩萨 到妙觉的程度 也就成佛了 生到长极光土 是这样成功的 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怎么有自知之明 我们到底能生到哪一土 可以肯定的说 我们都是生在凡圣同俱土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没有哪一个能够把见识祸全断尽的 为了这桩事情的真相 我们几位主师临终四位 至者大师 有人临终问至者大师 不知道大师属正位置 至者大师说 我如果不领重 会得到六根清净 领重过早 神己立人 但登 五品 五品是什么 就是原教五品弟子位 在天台的六级佛当中 是观行极佛的位置 天台六级佛 第一是礼级佛 一切众生本具 第二是明治极佛 明治极佛就是大开元解 大吃大悟 但是是凡复 观行极佛 进一步在开悟的情况下 能够修五品 就是读诵 读诵 讲说 这个 兼 兼 兼 六度 这些 还有讲法 在上面 观行极佛就是 相视极佛 分正极佛 究竟极佛 这个 修阴正国的六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教理我们必须了解 这个观行极佛是什么位置 是什么情况 就是见识祸 他已经扶住了 见识祸不起现行 但是没有断 既然见识祸没有断 那智者大师 他往生的地方 也就是凡圣同居度 只不过是他品位高 他扶住了 好 那么镜头中 第九代祖师 偶遇大师 临终 也告诉他的位置 明治位中 真佛言 毕竟位置符合人 偶遇大师说 自己正的是 明治及佛的位置 明治及佛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你也得凡夫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大慈大悟 见诫与佛同其 这些佛同 这是他的物 大悟了 但是从正的层面 正是要谈断祸的 正的层面 不仅没有断见识祸 福都没有辅助 明治及福是 见识祸都没有辅助的情况 那当然 他也是凡圣同具图了 试问这样的大祖师 都升到凡圣同具图 我们又有何种功德智慧 能够升到方便有余图 长级光图啊 所以你非常渴望 这个到长级光图 这基本上是 那哈马想吃天鹅入龙 基本上是 要有自知自明 这个 很多人喜欢问 我怎么能得念佛三倍 怎么行博足三倍 其实我们还是平时一点 我们是什么身份 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首先在信愿上下功夫 你不要首先在功夫上下功夫 如果你一天到晚 想得到长级光 想得到念佛三倍 你就 这个心就被你调动起来 就是照望心了 你这照望心 有时想见佛见光 到时候 你到底是见到真佛还是假佛啊 到底是见到佛光 还是摩光啊 他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平时的先建立信愿 身性缺厌 老实念佛 然后功夫于佛 可以放下来 只要我 你只要念念都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功夫是不求自得的事情 是无心插柳柳成阴的事情 是水到聚成的事情 你想求什么功夫 反而求不到 你不求 你真正是非常如旧投燃 生死心切去念 还真的有那么 你不求功夫成片 你这反而你能得到功夫成片 你一求还反而得不到 所以你想得到念佛法门最高的成就 最高成就是什么 告诉你 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最高的成就 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 见到阿弥陀佛一命 阿弥陀佛给你一加持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才回来能够最快的利益广大的众生 是这么可学 有两个问题 一 如果应佛说无量寿经 能否用现在的简体字并筑上拼音 二 弟子读过康生凯的原意本 因为文化低 觉得很难懂 也读过夏年居的绘集本 觉得比较容易懂 现在弟子已经了解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已经把两本经都舍齐了 只授持阿弥陀经和一句符号 不知这样做是否如法 请慈悲开神 谈到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客观的考量 中国的文字啊 圣人造字啊 具有它的神性性的 所以古人把这个禁锡制质都作为一个很大的扇形 上面写着质的质都不能随便亵渎 都要把它从地上捡起来 然后公温进行把它处理好 焚化掉 放在干净的河流里面 所以能够尽息自止 它都能够开发智慧 苍吉造字啊 当时都是天语树啊 鬼神哭啊 苍吉我们看它的相貌都是四只眼睛啊 那是了不起的人啊 所以我们中华的文明 上古的文化能够传承在现在 这个文字 文言文功德巨大 那么原来我们中国的文字都是繁体字啊 繁体字本身就是充满智慧的 全息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啊 里面是奥妙无穷啊 学那个繁体字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啊 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民族 跟这个文字有很大的关系啊 然而也许是共耶稣感 到了上个世纪武士运动以来 却有一批不明道理的人 来对中国的文字 对中国古老的文化进行批判 甚至提出要走西方拉丁文的道路 所以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非常痛心啊 如果真的是走拉丁化的道路 我们整个的跟中国文化全都断结了 我们中国人就不像中国人了 因为一个民族的根是文化啊 我们连文化的根都断掉了 我们还算什么人了 我们还算什么中国人了 所以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读佛经啊 我现在觉得佛经最好的表达就是竖牌繁体字 一方面回归我们的道统 国学 另一方面确实竖牌繁体字 看得能够加深我们的理解 能够增强我们的智慧 因为每个字传达的智慧信息 在佛的圣言量方面 它是效果很好的 一简体呢 根本就不是那个味道 再加上横排就更不舒服了 因为拉丁文它那个字母非常简单 它必须要很多写 我们中国这一个一个图案 是竖的摆是非常顺的 有人开玩笑 看竖牌是点头的 看横排是摇头的 你一排排摇摇摇 摇本身就没有什么信心 摇啊摇摇的更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常常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提个要求 我们尽量适应竖牌繁体字 尽量去读 现在很多人被这个繁体字横排 搞得行在心里定势 上次有一个还是念过大学新闻系的 他希望看弥陀书超 我给他送那本金灵科金错 还是我们居士住院的那个木刻版本 我还觉得珍贵的第一品送给他 他一看不以为人 这个我看不懂 我要看横排简体字的 我说你怎么看不懂 你都念过大学 他就是现在一种 他一看数排繁体字 他马上给自己就下了个结论 这个东西我是看不懂的 他就给自己宣判了 实际上我说你认真看 没有问题 实际上那个弥陀书 还跟他断句了 古人看《大战经》都没有断句的 人家都看得下来 是吧 你只要用心去看 开始可能困难一点 你看顺了上的轨道 看这个繁体字非常愉快 非常快乐 我从学佛之后 我才知道读书的乐趣 看那个特别是默克版的 字大大的佛经 那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看官的那个大字的 数排繁体字的版本 现在再看现在的读物 那种横排的字非常小的 你都不敢看 伤眼睛 所以现在读书人的福报 现代人读书的福报 都一落千丈 远远不如古人 所以我觉得适应它 繁体字 你看有个人专门做实验 写一百个繁体字 和写一百个简体字 原来有个说法是 中国的繁体字笔画太多了 门槛太高了 没有效率的浪费时间了 实际上人家做了实验 这个写一百个繁体字 和写一百个简体字 时间只相差几秒钟 我们是提倡读书一本 这个曹魏时级 康生凯的一本 主要是要保持佛法的成正性 而且它里面非常精确 但确实因为刚开始接触生书 他会觉得有些生字 有些读音搞不准 目前我们东宁寺也想做点工作 想请一个人用普通话 给他录音下来 前几个月录音过一次 但由于念得太快 没有通过我们想回去之后 还是要把这项工作把它做起来 做一个光盘出来 让大家至少能够读音 能够读得下来 你也不要把这个完全抛掉 读阿弥陀经作为定课可以 早晚定课 但是平时为了了解阿弥陀佛的更详细的背景 这是无量寿经必须要读 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音地很详细的展示出来 包括我们一个行人修菩萨道的全部的次第 现在不是讲次第吗 你看这个余会大众 德尊普贤的那个修菩萨行 四千八项神道的 以及阿弥陀佛修菩萨行 以及西方净土网这些菩萨修菩萨行 你把这三个部位把它拢起来看 就是修大神菩萨行非常完备的一种次第 一种科目 然后前面前半部对西方几多世界非常庄严的介绍 引发我们无量神网之心 在后半部分讲这个我五通五烧的情况 你真的用面禁止反观自己 我们完全那完全就是邪我们了 佛把我们看得太清楚了 我们就是造作那么多恶业的 从我们的心理状态动机我们的行为 那真是不堪去想象的罪恶 实际上就是我们 你对自己对我们所感召的外部的依报世界 产生极强的处理性 前面前部分星球极乐 后半部艳丽缩破 整合起来最后就是一往情深的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说佛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菩萨 就是有六十七亿这么一个人数 小菩萨初发心菩萨往生只不计其数 无量无边 升起我们的向往 自信之心 所以平时也要读读无量神经 不仅读康生凯的本质 还建议有文化程度的五种原意本都读一读 东宁市 闭关念百万鸿鸣十天 念四字还是念六字 报名怎么报 本人耶藏福清 葬生会前 你现在就用起来了 活性活性 不知六字十天是否念得完 念不完能继续闭关吗 我们念佛人都想到东宁市来念佛听法 不知是否什么手续 需带什么东西 如果条件符合 我们一定来请法 东宁市有个闭关中心 从2005年开始 我们就进行百万佛号的闭关活动 这个活动海内外信众都踊跃参加 得到利益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原来是48个官房 现在不够的话 我们又盖了第二期官房 又盖了50多间官房 目前我们能够一次性的闭关 105位 一个月就会200多个 那么新官房 也就是这个月启用了 一个人一个官房 我们宁波居士也有去闭关的 那么一天十万声佛号 六字四字都可以 但为了完成这个数量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念四字 能够完成 对这个念佛数量 我们是要求 但也不是一刀切 有的念佛人他喜欢念慢 念色心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善巧方便 就是你念慢也可以 那怎么计算你的时间 就是你一天能够念够16个小时 也算十万声佛号 十万声 所以你不在于念多念少 十天当中 你把十天万元放下 一念单题 孤明利利 这十天沐浴在明号光明里面 都有程度浅身的收获 这种程度浅身的收获 来自于信愿 信心坚定 念佛功夫精进勇猛 他的受用就大一点 你就是泛泛悠悠 在那念也有利益 总之那个官房 你住进去 你能待十天就不简单 如果你不念佛 那十天 那个是很折磨人的事情 待不下去了 什么这样子 那么东宁寺 现在我们也在扩建 由于海内外 信众去得比较多 确实我们东宁寺的条件 也非常有限 江西是一个经济 比较落后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出来 跟道研法师经济法师都说 一看外面的事件 都比我们东宁寺建得好 目前我们也想提高一些 事院的建设档次 目前正在盖一个居事院 120间房间 今年11月份可以启用了 会盖一个大的讲堂 念佛堂 龙拉1000人左右的 目前我们也顺利海内外信众的需求 也在大兴土木 去年争了82某地 82某地在开始这方面 还有我们大佛那边有3300某土地 也可以建立一个 以后朝圣修行净土法门 天文佛法的一个净土中的一个基地 所以宁波居士愿意去都可以去 不需要什么手续 也不需要什么条件 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 也不需要交什么费用 好 请 南无阿弥陀佛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